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可爱妞妞的小窝 又见面了 我是万万 那今天呢 这篇美妆日记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秋季的美妆专题 系列分享日记 就是腮红 今天呢 要给大家介绍十个腮红 那包括颜色 包括质地呢 是我 这个秋冬 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 想推荐给大家的 这个十个产品 那算是五个 算是五个开架了 算是 然后五个这个 比较高端一点的 这样的品牌 我们先从开架来说好了 第一个就是 我几乎每年的秋冬 都会拿出来用的一个颜色 就是这一个 White and Wild 这一个牌子的 它的颜色叫Mellow Wine 我给大家打到这里 它是 我忘记是三美金 还是四美金左右 这样子的 美得不像画 然后它是 纯雾面质感的 然后不带一点点亮片 大家可以看到我用了 其实用了很多 然后它的粉纸呢 非常非常地细软 是这种 大家可以看到 带一点点红色 然后 这种感觉的 非常非常非常地漂亮 而且很好晕染 而且很好晕染 超级持久 然后我觉得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你的肤色 跟我一样深的话 我觉得这个颜色 太适合我们了 我朋友的皮肤呢 就是亚洲里边 是非常非常白的 他用这个也很漂亮 然后我超级推荐 大家去试一下 这么好的开架品 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这样子 虽然它现在 就是换了这一个 包装 换了一个感觉 但是很类似 很相似 然后就是 里边的配方 还有它的formula 是没有变的 这样子的 所以这我真的 真的是很推荐 很喜欢很喜欢的 一个颜色 超级推荐 然后 下面这一个 是这一盒 在我很久以前的 这一个 贝加笔记当中 我提过 就是Almay的 这一个叫Smart Shade 然后这个颜色 是它的20号 叫Nude Mauve 超级漂亮的 一个Mauve的颜色 大家猫是那种 紫色感觉的 这样子 但是它底下 有浅的这种 浅紫色 像Lilac 这种感觉的 粉紫色吧 应该叫 是这样子的 不知道可不可以看清楚啊 可以看到 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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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那个颜色 如果你今天的 整个妆容 无论是大地色系 还是比较Burgundy 感觉的啊 然后 这个都非常非常适合 而且呢 非常的creamy 非常非常的好上色 这样子的 好上色是 但是它不像这个 White and Wild 这个这么上色 这个你刷子 就是轻轻点两下 然后拍一拍 然后再扫脸上 否则就是 糊了一大块 这样子的 这个大家在用的时候 White and Wild 这个一定要小心一点点 那这个就不用在乎了 你就刷子来回刷 然后 而且它可以 它可以就是增加颜色 然后你知道 一层不够再刷一层 也是完全ok的 这个我真的是很喜欢 这个 虽然它在开价品当中 其实蛮贵的 这个要十多美金 但是如果你在 Alta有折扣的时候 买的话 是一个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棒的 一个选择 下面这两个呢 我想介绍的 就是这一个彩妆盘 里边的腮红啊 Elf的这个 四色的这个 黑色盒的 这一个彩妆 这个腮红盘 我想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了 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颜色呢 是它的light 它一个就两个盘 一个是dark 一个是light 然后我想说的是 里边的 这个颜色 大家可以看到 这四个颜色呢 是五美金 但是就五美金 让我买这一个颜色 我也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 有一点点 就跟刚才 white and wild的那个 非常非常像 但是它稍微 有一点点棕色调 在里边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white and wild的 红色调多一点 然后这稍微 带一点点棕色调 带一点点 大家可以看到 也是非常非常非常漂亮 这样子看得更清楚了 也是很漂亮 很漂亮的一个颜色 这是在light 这一盘里边的 这个颜色 漂亮的没话说 非常非常喜欢 ELF的这一个 腮红盘呢 现在我不知道 有没有涨价 我买的时候 是五美金 然后每个超市 都有卖的 这个真的 真的是很棒 我就不多说了 每一个博主 其实都有说过 算是ELF的一个 明星产品 外边又阴天了 嗯 灯光啊 然后下面这一盘 搬家的时候 啊 裂了一个口 这个呢 是Makeup Revolution的 这个blush palette 颜色呢 是Goddess Godness Goddess 对 Goddess 这一盘 它呢 是高光跟腮红 在一起啦 算是 这种的 底下呢 我就不说 因为我们这个是腮红 我想说的是 上面这四个腮红的颜色 大家可以看到 没有一个不适合秋天的 而且质感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一盘呢 我忘记是十美金 还是七美金 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然后我试在哪里呢 试到这好了 这样子 嗯 嗯 超级超级棒的一盘 一共四个颜色 嗯 我觉得这个腮红 非常非常棒 你也可以就是 把某两个颜色 你知道 搭在一起 这样子的 在开价品当中 这个价钱 买到这一盘产品 我觉得性价比 是蛮不错的 性价比是蛮高的 一个产品啊 Makeup Revolution的 这一盘 具体信息呢 我给大家打到这里 或者是打到信息栏里 这样子 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 这一盘我真的是 超级推荐 而且在Makeup Revolution的 那一个彩妆盘系列当中呢 我也超级推荐这一盘 嗯 腮红 很棒 很棒 下面这一个呢 是 我把它放在这一个 开价品当中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 这个牌子就是 打折打得太平了 一整就是 整个网站是五折 这样子的 所以 相对而言 价位呢 跟开价品来说是 有点持平的感觉啊 就是The Balm这个牌子 The Balm这个呢 它叫 Cambana Boy Cambana Boy 长成这个样子的 这个颜色 我跟大家说 每年的秋冬 我都会拿出来用 这个颜色真的是 非常非常非常适合秋天 秋冬的颜色 秋冬的妆容 是这种 哦 漂亮的不像话 大家其实可以看出来 我秋冬的颜色比较偏 开价品当中呢 就是比较偏 就是Malve这种颜色 手比较直 在这里 The Balm呢 无论从包装 质感 晕染度 持久度 上色度 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我就不多说了 但是我想跟大家介绍的是 这一个颜色 Cambana Boy 这个呢 大家真的是可以去试一下 如果你是深服色的话 有这一个腮红 配上就是各种眼妆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呢 我很推荐 我在我春夏那个好像没有 春夏是另外一个颜色 这个是秋冬的颜色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 春夏是Hot Mama 对 那这五个呢 就算是开价品 接下来五个呢 是这一个高端的品牌 大家知道我非常非常喜欢 香奈儿的这一个腮红啊 我真的是很喜欢香奈儿的腮红 那接下来这两个呢 都是香奈儿的颜色 香奈儿腮红的 香奈儿腮红的两个颜色 一个是它的这个Rose Bronze 如果啊 我是说如果 你喜欢 这种带一点点 SHIN的感觉 它不带亮片啊 带一点点SHIN的感觉 不是雾面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带一点点亮亮的感觉的 这个颜色真的是太漂亮了 看到了吗 漂亮的不像话 是啊 打在脸上更漂亮 当然我今天脸上用的不是这一个 这个 大家可以看 它是有亮度在的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看清楚 好像可能不是很清楚 我在这比较是 但这个颜色 我真的很推荐很推荐 而且就是 买一个好的颜色 好的腮红啊 其实是 可以用很久的 真的是可以用很久的 虽然我的腮红很多 但是香奈儿的腮红 其实 我真的是不停的在收 这样子的 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颜色 这个是 Rose Bronze 对 Rose Bronze 然后下面这个是 Rose Wood 是 颜色呢 稍微鲜艳一点 稍微深一点点啊 然后这个是 霧面的 纯霧面的 这样子 看到了 看到在这里 在这里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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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 非常漂亮 我非常喜欢这个颜色 这两个呢 我觉得是超级推荐 大家去试一下 这两个颜色 啊 美好 然后 再一个就是 说到腮红 就不得不说MAC啊 MAC里边 我最喜欢最喜欢的一个腮红 就是他们家的这一个 丝滑感的腮红 我不太喜欢纯霧面的 我还是比较喜欢他们家丝滑感的 这个呢叫 Chick Poland 是这种 带一点点 Peach的 Nude 带一点点啊 橘色调的这种 很雾红霧面的 因为它是丝滑感的 所以它会有那种亮泽度在 但是它不是珠光的 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裸色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个呢 也是裸色的 但是是这一个 倩碧的这个Nude Pop Ginger Pop的 那个颜色呢 虽然也是个秋冬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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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说话 Ginger Pop呢 在稍微稍微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是有一点点那种 橘黄掉在里面 说不清楚那个颜色 但是我觉得这个Nude 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颜色 大家可以看到 也是Nude 所以可能 它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给大家比较 在这里 你就可以看到 有多裸 因为它里边呢 带一点点的这种 就是怎么说呢 这个珠光在里边 所以让这个裸色呢 稍微看上去 有一点点Pink的感觉 就是有一点粉色 因为它会反那种 粉色的光 但是呢 就是两个结合在一起 大家可以看到 它其实是带一点点 紫色的裸色 我不知道我形容的明不明 大家明明白 但是这个颜色 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在这里 跟旁边这个裸色一比 就知道它是 有一点点粉色 但是还是有棕色调 在里面的这个 所以说是裸色 就是有一点点 裸色嘛 就是有点粉底 那种感觉的啊 但是各种 就是在粉底上面 加了各种其他的颜色 所以让这个颜色 看起来不太一样 这一个Nude Pop 我非常非常喜欢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是我最近的 新接触的一个产品啊 是Bobby Brown 他们家的这一个 膏状的腮红 我本身呢 喜欢膏状的腮红 但是我不太喜欢 买太多 有的时候买一盘 然后我就会用 就是 整着这一盘 用这样子的 但是我接触到 Bobby Brown的这一个 叫Power 对 Powder Pink 我的妈 太漂亮了 这个颜色 大家可以看到 我真的是就是 克制自己 不要用这个颜色 但是它真的是 很漂亮啊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天哪 超级漂亮 当然它这个呢 膏状的 所以它是 可以用在唇部 当唇彩的 但是我更喜欢 用在腮红 真的是很漂亮的 一个颜色 我干脆给大家 试到我的这个 但是我今天的腮红 其实已经很浓了 我给大家试一下 这我真的很喜欢 我试一下 我在一个视频当中 好像有提过 这样子的 大家看到 有点crazy啦 今天的cell 真的很漂亮 这个颜色 真的真的 真的很漂亮 点在这个上面 反正已经点上来了 crazy点就crazy点吧 然后借个刷子 试试 借个beauty blender 试试好了 稍微有点crazy 稍微有点点 这个beauty blender呢 真的是很棒的 一个产品 你可以用它 用各种膏状的东西 都可以的 所以随便用 说beauty blender干嘛 大家可以看到 看得清楚吗 我不知道会不会看得清楚 但是这个颜色 真的是很漂亮 难以克制的 想要去用它 而且很持久 虽然它是这个 膏状的 但是它不会把你 就是脸上底部产品 有的时候你知道 会蹭掉这样子 它不会 所以Bobbi Brown的 这一个 cream 叫什么 pot root for lips and cheeks powder pink 大家一定要去试一下 漂亮 好了 那今天呢 这一个秋季的 必备 我推荐的不是必备了 不要说必备 每个人都不会必备 秋季 我非常非常推荐 大家的这一个 十个腮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呢 喜欢这个视频 然后 不要忘记 新来的朋友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美妆频道 我们下篇美妆日记再见咯 bye